第498集,我狠狠地说,因为那个潜水员找回来了,掐住我的脖子,让我让开地方。 潜水员没有眼珠子,在眼里长满了水草,和你们说的失去双眼的死法吻合。 张远过来说,小冬,对不起,只有那间宿舍是空的,于是我们就打走了一下给你住。 要说这件事也怨你啊,你说自己不怕鬼神,所以说我们就…… 不用说了,这点事我就不计较了,咱们商议一下,怎么除掉那个癞蛤蟆精。 如果不想办法除掉的话,那个癞蛤蟆精如果成了气候,会害死更多的人呢。 老唐头听到这里,高声地说,对,那个癞蛤蟆精必须除掉。 这搞日的癞蛤蟆精害死了我的侄女儿,这个仇必须报。 不过,小冬刚才也说了,那癞蛤蟆精不但狡猾,还浑身剧毒。 我们除掉它的时候,得万分地小心。 张元说,那个癞蛤蟆精害死了我的好友,它就是再厉害,我也得给我好友报仇。 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是战友。 对,明天我就穿上潜水服,拿上鱼枪,去宰了那个癞蛤蟆精。 我不相信,癞蛤蟆精能有水老虎厉害。 田建国说的话有些满了,我赶紧把癞蛤蟆精的情况又说了一遍,让他们不能轻敌。 一夜无眠,我们一直商议着怎么除掉那个癞蛤蟆精呢。 到了第二天,老汤头早早地就做好了饭菜,让我们吃饭,就准备各自的东西。 我想起了我的臂水,就赶紧地到盆前去看我的臂水。 我这一看,整个人都傻眼了。 只见盆里的水变成了一盆黑水,我的臂水在黑水下失去了踪影。 一看我的臂水没有了,当时犹如五雷轰顶。 我的臂水那可是我的宝贝。 干爹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现在整盆的水都黑了,我的臂水肯定完蛋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都疼得不行了,赶紧地跑到盆边上伸手在盆里摸臂水。 当手触到臂水的时候,心里一阵紧张。 害怕臂水坏了,不敢从水里拿上来。 这时候的心情极为复杂。 俗话说,发昏挡不住死。 事到如今,我必须面对了。 想到这里,我从水里拿出了臂水放在手里看了看。 当时我就是一阵的惊喜。 我的臂水虽然说是在黑水中拿出来的,但是上面没有沾染一点黑气。 看上去和原来一样的惊莹如玉。 这时我明白了,干爹为什么让我加盐泡臂水? 因为盐可以把臂水中的脏东西给逼出来。 那盆黑水泼到外边,接着弄来了一盆干净的凉水,把臂水洗干净。 把臂水带在胸前感觉到一阵的清凉。 这时我知道,我的臂水又恢复了灵力了。 拿出我的水铐和厄梅寺收拾好东西,我就出去看张远和田建国在那里收拾东西。 他们的东西啊,主要是潜水符、水废、脚谱和鱼腔。 这些东西我用不着,我的水铐比他们的潜水符灵活。 这时老唐头也从里面收拾好东西出来了。 他身上收拾的干净利索,手里拿了一杆鱼腔,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 走,我们去除掉癞蛤蟆精那个妖孽,给雨瓶报仇。 我们这时已经收拾好东西了,老唐一说走,我们答应了一声, 就拿着各自的装备到了荷华园里。 由于荷华园里的水并不深,主要的是清浅,用的是普通的潜水符。 这种潜水符是湿性的潜水符。 这种潜水符湿了水之后,就可以阻止身体外的水再渗进去, 并迅速由体热转导为变热,可防止体热的散失。 这种潜水符合身紧凑在潜水中行动方便。 我们来到了荷华园,看了看门口,还是原来那副破旧不堪的样子。 昨天晚上挂着灯符早就消失了。 鬼,或者是妖怪变的,就是一个障眼法,不实质的东西, 让你迷迷糊糊地上当。 可这些东西终究都是虚幻的, 根本就见不得阳光,只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出来。 白天太阳一照,直接就消失了。 老人们说古代有鬼市,许多鬼啊,就去鬼市买东西。 到了第二天白天看, 铜钱里面就会混进去许多的铭币。 后来卖东西的学聪明了, 在摊位前放一盆水, 沉底的铜钱没问题, 飘着的铜钱就知道是铭币了。 那时候据说收到这样的钱不能点破, 鬼也不会找麻烦,转头就走,绝不停留。 我们这次进荷花园,就是找癞蛤蟆精报仇的。 老汤为了报仇眼睛都红了, 一改往日笑嘻嘻的模样。 我们的气势压住了荷花园里的阴森之气, 这故邪不胜正, 我想我们一定能除掉那个癞蛤蟆精。 邪正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 邪不胜正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信念, 是用来鼓励士气的。 矛盾的双方谁都说自己是正, 对方是邪。 当自己一方处于劣势的时候啊, 可以用邪不胜正给自己一个希望, 让大家坚持下去。 当自己一方处于优势时, 用这句话可以来证明自己是正义的, 来巩固自己方面的信念。 这次进园子我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了, 所以院子里的气氛不再诡异。 我仔细地看荷花园, 这荷花园当初建得确实不错, 一座座敞亮的房子应该是吃饭住宿的地方, 这些房子都是平房, 比我家的草房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我看看房子, 努力地回想昨天的场景。 根据昨天晚上的回忆, 我找到了和雨瓶莲花替身的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大堆的荷叶, 莲花和莲藕跟前, 马上就想起了可怜的唐雨瓶, 身子至今还在冰冷的湖水里呢, 心里一阵地难过, 嗓子眼就像是堵了一块棉花, 非常的难受, 眼睛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老唐看我愣在那里看, 就问我看什么呢? 我指着那堆荷花的残骸说。 这些荷花叶, 荷花和莲藕, 当初是唐雨瓶的替身。 唐雨瓶以莲花、 荷叶做衣裙, 莲藕做血肉, 在荷花亭里跳舞。 它跳得太好看了, 犹如仙子下凡, 长袖飘飘的, 身姿轻柔, 让人流连忘返。 可惜啊, 唐雨瓶红颜薄命, 乃是用荷花做的替身跳舞。 我昨天晚上拽住唐雨瓶的手时, 是一个实体, 当时心里无限地激动, 可转眼间, 唐雨瓶的脖子就被我拽下了, 身子散落了一地, 就变成这些了。 他对我说过, 自己的命如扶贫, 我看到这些啊, 心里就格外地难受, 因此站在这里, 像昨天晚上的事情。 老唐头一听到这里, 眼睛一红, 眼泪又掉下来, 嘴里喃喃地说, 这都是命啊, 这都是命啊, 我可怜的侄女, 虽然长得绝色容颜, 可惜, 命薄如纸。 魂魄落在这微珊瑚里, 死后还被人误解, 这一切, 都是该死的癞蛤蟆惊害的, 我们一定会除掉你, 给雨瓶报仇, 给那些去死的人报仇。 老唐说完之后, 眼泪流得花花的, 死情死警指人都会落泪呀, 我们使劲地擦着泪, 过了一会儿, 我对老唐说, 老唐, 您节哀, 雨瓶的死不能白死, 我们一定要除掉那癞蛤蟆精, 给雨瓶报仇, 还雨瓶一个清白。 这时张月也表态说了, 老唐,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除掉那个癞蛤蟆精的, 为了你侄女, 也是为了我们那个惨死的战友, 张月说完之后, 田建国也表态, 我们顿时化悲痛为力量, 浑身上下充满了斗志, 有一种不达目的不把羞的气概, 以心想除掉那个海人的癞蛤蟆精。 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那座木头长桥上, 来到癞蛤蟆精压断桥栏杆的跟前, 白天看得清楚, 两边的栏杆被癞蛤蟆压碎了一片狼藉, 可以看出癞蛤蟆精的身子很重, 这不是障眼法, 是实实在在的伤害, 如果要是压在我的身上, 我想自己会被活活地压死。 看着昨天晚上的现场, 我感到心有余悸, 不由自主地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又说了一遍, 三个人一听, 面色凝重起来, 老唐头看了会儿栏杆说, 看来啊, 这个癞蛤蟆精身子炙手得有几百斤呢, 然后借着跳跃起来的力量压下来, 不然压不坏这个栏杆, 栏杆是我当年亲自监工 打造的, 非常的结实, 就从这一点来看, 癞蛤蟆精非常的厉害, 等一会儿咱们下水啊, 一定要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钓鱼轻心啊。 我们下水? 老唐, 你是说你也下水吗? 我疑惑地看着老唐, 老唐点点头说, 我必须得下水, 那个癞蛤蟆精害死了我侄女儿, 我不杀了这个癞蛤蟆精, 就对不起我的侄女儿。 第四百九十九集, 我说, 老唐, 你会潜水啊? 老唐头摇摇头说, 我会潜水啊, 在微山湖边长大的人, 不会潜水就不是汉子, 我潜水那会儿的时间呢, 不比你年轻人差。 这时张远说了, 嘿, 老唐, 你可拉倒吧, 小洞的秘水树我们都见过, 你的根本就不能和小洞的比, 你平时游泳还行, 不过呢, 咱们这时对付癞蛤蟆精, 你不能下水啊, 留在岸上给我们当指挥。 不行, 我必须得和你们一起去, 别看我老, 我和你们说呀, 只要能给我侄女报仇, 我搭上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 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了, 就是死也值了。 张远说, 老唐,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任性啊? 下水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你要是以必死之心去除掉癞蛤蟆精, 那就更危险了。 你不是专业人员, 心中又充满了仇恨, 在水下不但不能给我们帮忙, 反而还会拖累, 到时候因为你扯后腿, 我们有可能不能除掉癞蛤蟆精。 我说的这些后果, 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有句老话常说, 西山抹西水, 西水便水鬼。 这道理, 你应该懂吧? 这些我都知道, 可让你们取出癞蛤蟆精, 我在岸上看着, 我这心里啊。 老唐, 你也不光是看着, 主要是在上面指挥, 我们几个人在水下能看到的距离有限, 有时候啊, 得让你去指挥方位, 你起到了中军的作用, 就像是古代的骑手一样。 张远说的话有水平啊, 老唐点点头, 我们到了亭子里, 开始换衣服了。 我穿上那银水缆的水铐, 戴上张远给我的潜水镜。 在潜水里潜水啊, 容易激起水底的淤泥, 引起水底浑浊看不清东西, 水底搅动起来的细菌容易伤眼睛。 戴上潜水镜,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可以说呀, 有潜水镜, 潜水寻找类蛤蟆精更方便。 收拾好了之后, 我拿着峨眉刺就要下去。 老唐过来说, 小冬啊, 你看看张远和田建国他们都拿着鱼枪, 那鱼枪既能开枪, 还能当长矛使。 你拿的那个东西太短了, 打斗的时候可能吃亏, 俗话说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险。 这鱼叉你拿着, 长家伙呀, 顺手。 我本想拒绝的, 觉得我手里的峨眉刺就挺管用的, 可转眼一想, 那鱼叉虽然没有什么神力, 可至少可以延伸我的攻击范围, 在水下看情况再使用, 就把鱼叉拿在了手里。 这个叫做被入式跳水, 被入可以减少水面与面部的冲击, 减少呛水和面镜脱落的机会, 节省体力, 易于平衡, 入水之后也易于马上掌控平衡, 是潜水员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我身上穿着水铐呢, 十分的轻便, 不用被入式, 所以手扶着面罩一下子跳了下去, 直接到了水里。 我这身上的银水蓝皮, 只要穿在身上, 就跟自己的皮一样, 粘负性相当的好, 而且还能让我的身子阻力降到最小, 游动起来非常的自如, 不过到了水中, 我们还是遇到了麻烦。 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莲花, 水面上看的话, 绿色的大叶子, 碧绿玉顶, 荷花娇艳无比, 清风徐徐的格外好看。 可到了水下就完全变了样, 水下的莲花枝叶纵横交错, 底下是深深的淤泥。 到了水里, 才能体会到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真谛。 当初那个草弯子虽然深, 但那里的水质清晰, 水下生水草的地方挡不住我们的视线。 那里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居高临下, 这样可以看得更远。 而这里只能凭浅, 让身子半浮在水中, 游动起来必须躲避那些总横交错的惊液。 这样一来视线的距离只能是几步远。 寻找癞蛤蟆的踪迹有点像是大海捞针。 不过既然下来了, 我们就得努力地寻找, 争取除掉癞蛤蟆精。 我游着水靠, 相对来说比张远和田建国他们灵活, 于是我一马当先在荷花丛中游动, 开始寻找癞蛤蟆精。 这荷花园里相互联系成了大问题了, 水下看得距离近, 水上的视线也受阻, 靠手势联系变得极为困难。 对付癞蛤蟆精不是别的东西, 我们必须靠集体的力量, 单独一个人会十分的危险。 我们三个人在水下怕走散了, 相隔的不是很远, 这样彼此之间可以联系。 可这样一来, 搜索范围变得很窄, 在水下一直找了很长的时间, 搜的距离有限, 水下的荷花精也实在太浓密了, 再加上荷花地都是成片成片的。 在外边看得化会异常的美丽, 可是在水里游动却变得异常麻烦。 我们为了扩大搜索范围, 让相隔的距离又远了一些。 我浅一会儿浮上来喘几口气, 开始的时候呢, 我还能联系上他们。 慢慢的, 我就越走越远, 就和三个人分开了。 都说是义高人胆大, 我胸前带着碧水, 手里拿着峨眉刺, 这些都是对付水族的法宝, 所以我游动的速度最快。 越往前游, 水就越深, 水质呢, 也就变得越来越清澈了。 荷花的荆叶在水中变得稀烧起来, 我敢肯定很快就可以出荷花地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我从水中浮出水面, 远远地望去, 可以看到大片的湖水。 那湖水是蓝色的, 证明湖水已经很深了, 这时的我在水中有些迷茫, 那蛤蟆精应该就藏在荷花丛里, 那个雨萍说的洞口, 也应该是在荷花丛里, 可是荷花太多了, 在水下潜水, 荷花的精液挡住了视线, 找起来非常的费事。 照着这个速度, 我们猴年马月才能除掉蛤蟆精啊, 把雨萍的躯体给救上岸来。 我正想着怎么找到蛤蟆精呢, 就感觉我身边的水在震动, 震动的水声通过我的水靠, 变成了类似声纳的声音。 虽然那个声音很小, 但在水下屏蔽了大部分的声音, 所以有大的东西弄出了水的震动波, 我还是能听到的。 我知道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在我的附近, 这个东西也许是张远他们, 也许是癞蛤蟆精。 如果是癞蛤蟆精的话, 我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我在明癞蛤蟆精在岸, 加上它狡猾狠毒, 会伏击偷袭, 所以我得十分的注意。 想到这里, 我赶紧在水中转动身子, 寻找那震动声的来源。 水中的荷花精叶纵横交错, 虽然这里的水有些深了, 但我的视线看得还不是很远。 看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我转身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在水中的荷花丛中, 有一个红点, 看上去有点像是红灯泡, 在水中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看到红点, 我不由得浑身一哆嗦, 心想那癞蛤蟆精的眼睛就闪着红光, 这有可能就是癞蛤蟆精。 想到这里, 我赶紧地回头看, 在荷花丛里, 果真有红点。 不过在水中隐隐约约地看不清楚, 我看到这里, 决定往前游, 看看是不是癞蛤蟆精。 要是的话, 得想办法除掉癞蛤蟆精。 想到这里, 我用一只手握着鱼叉, 朝着红点快速地游了过去。 游动的时候, 我心里高度地警惕, 随时准备给癞蛤蟆精致命的一击。 离这红点越来越接近了, 我发现那确实是一只大眼睛。 大眼睛像是灯泡, 闪着舍人心魄的胸光, 不断地转动。 巨大的身子躲在鲸叶的后面。 这个眼睛我可熟悉得很, 正是癞蛤蟆精的眼睛。 这癞蛤蟆精也许早就出现在我的身后了, 一直在等机会要我的命了。 先下手围成, 后下手遭殃。 我手里握着那个鱼叉决定出手弄下癞蛤蟆精的另一只眼睛。 瞎了眼的癞蛤蟆精比能看见东西的可好对付多了。 想到这里, 我双手握住鱼叉放在前面, 用脚控制身体和方向。 这样一来身子如同流线形, 一搅动双脚像一只射出去的剑, 快速地接近癞蛤蟆精。 随着癞蛤蟆精越来越近了, 这时我看清了轮廓。 在水下的癞蛤蟆精隐隐约约地显得更大, 那张巨大的嘴看起来感到恐怖。 只有一只眼睛闪着红光, 另一只眼睛已经烂了。 这个是我的杰作。 昨天晚上一石头弄下了癞蛤蟆精, 的眼睛。 离着癞蛤蟆精越来越近了, 这时癞蛤蟆精忽然身子动了起来, 快速地从荷花丛里爬出来, 张开他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大嘴, 锋利的牙齿在嘴里露出来, 看上去格外的恐怖。 那张嘴张开了之后, 水下的东西就朝着癞蛤蟆精的嘴里吸过去了。 我明显感觉到有一股的力量, 把我的身子朝癞蛤蟆精的嘴里吸, 我正好给癞蛤蟆精来一个将计救计。 改变了主意, 不再刺癞蛤蟆精的眼睛, 借着癞蛤蟆精的吸力, 把鱼叉朝着癞蛤蟆精的嗓子里刺去。 我想, 这一鱼叉刺进癞蛤蟆精的哽嗓咽后, 从嘴里刺进后脑, 癞蛤蟆精就是有天大的本领, 也难逃一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